Hello 今次和大家介紹的是 Leica M6 飛臨相機 Hello 大家好 我是 M&K Camera 的 Franky 今次和大家介紹的是這部 M6 的飛臨相機 這部 M6 的飛臨相機是1984年推出的 它和其他機械相機是一樣的 不過多了一件很重要的東西 就是有電子測光 變成不用加額外的測光錶 在這裡那麼累積 在裡面可以直接看到光暗的情況 這部相機主要部分是機械 除了是電子測光的部分 就可以使用很長的時間 例如像一隻鐘錶一樣 只要是碼碼碼有就可以繼續工作 至於電子測光的部分 其實也很簡單 它只是用了兩顆水銀電 LR44 就可以運作一年以上 耗電量也相對來說是很低的 這部相機其實有分了三個方大比率 分別是有0.58、0.72和0.85 視乎你拍攝的東西是比較廣闊 或者是標準一點的 又或者是長焦距的機會比較多的時候 那你就可以選擇0.85 如果你選擇寬一點的框線 就可以選擇0.58 至於你說我什麼都會拍攝的 我自己都不確定自己是選擇什麼的 你選擇放大比率是0.72的 就會比較適合 因為基本上所有的線框都有 其實它跟其他的都是類似 有三組的線框 分別是28mm的鏡子 再搭90mm的同一個線框出現 另外就是50mm和75mm的線框 還有一個是35mm配搭135mm 0.58的就會減少了135mm的線框 而0.85就會減少了28mm的線框 0.72的放大比率 全部都包括在內 機頂部份其實是用了鋁合金去做的 機身的重量相對來說會比用黃銅的機頂和機底 在早期的機身就會刻了Lights 後期就改了用Leica的字樣 在1998年 Leica就出了一個改良版的M6 這部就叫做TTL版 它不同的地方就是快門速度的撥栗 是改了用大一點點的 變成你扭曲那個光圈的時候 快門速度的時候就會是好推一點 相對來說這個小一點就沒那麼好推 不過在高度方面 TTL版就會高了一點點的 大約高了2mm左右 另外就是測光方面 在測光方面我跟大家講一講 在裡面會看到有兩個三角 這個三角如果是亮起的話 左邊的三角亮起 其實是代表它不夠光 是Under了的 右邊的三角亮起的時候 它說是太光了 當兩個都亮起的時候 就代表對 這個就是一個普通的 classic版的M6 它表達測光的時候 是這樣表達的 至於新版本的TTL版 TTL版 它就多了中間的這個圓點 這個圓點當它亮起的時候 就代表它的測光是正確的 而左邊的三角亮起 再加上中間的圓點 就代表有一點點Under 右邊的三角亮起 再加上中間的圓點 就Over了一點點 大家應該就很容易去明白 到底它測光是怎樣去表示的 Lekka M6 其實出了很多不同的版本 其中這個就是一個特別的版本 它就出了1250套 在這裡寫了它是第幾部的相機 例如這一部其實它是紀念 菲林有了150周年 配搭了一支51.4的鏡頭 這個模特兒叫做Pentinum 白金版的 是電白金 以及皮革用了特別的蛇皮去製造 除了這部之外 其實也有很多 例如有泰皇版 還有一個就是龍版 龍肌 就是紀念2000年的時候是龍年的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版本 你可以去選擇的 其實簡短的介紹 相信不能夠滿足到你的要求 如果你有興趣 可以上來我們尖沙咀 哈德道的主店 或者是旺角星際廣場的分店 大家一齊了解一下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歡迎你給個like我 以及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多謝大家收看 下次再見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